波彎國家既絕招 防堵同志入境 科威特政府聲稱 正在研發一種同性鏈檢測機制 防止他們進入該國或部分波彎國家 這種用來判斷人們是否為同志 不僅具侵略性 而且也不人道 這些回教領導人的恐同心智 可說是須有其表 因為男女有別的社會組織 逼得年輕男子得到別處發洩性需求 又不冠上同志之名 科威特在怕什麼 只是不想讓局外人干涉家務士吧 不過他們這次在歷史上 可是站錯邊了 科威特的同志檢測太超過嗎 留言告訴我們吧 科威特的同志檢測太超過嗎 科威特的功能 天皇 歹一月 科威特的解放 很短期 為何最終更大的